阿弥陀佛 尊敬的主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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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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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先开注解六百九十页 六百九十页 六百九十页 本品名受用具足 故所有国人皆形貌端严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 我们先看到这儿 我们从这个品题就能够看得出 在基督世界的大众 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自在的 你看 他的种种所需要的东西 没有不满怨的 从他们的外表 我们讲相貌 就能够看得出 人家每天心情都特别好 怎么说啊 各个形貌都是端严的 什么是端呢 端就是端正 严就是庄严 庄严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美好到极处 同时呢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 神通自在 所以啊 往生到基督世界 好处真的是多多 太多了 我们先说这个福德好了 福后面有一个字 都在提醒我们要重视 什么字啊 德 如果一个人只有福 而没有德 他这个福其实也蛮危险的 记得我们小时候嘛 也常常听到别人说 你好有福气啊 请问那个福气跟福德差别大不大 挺大的 福里面有什么 有七 这个就不要 我们都不要了 我们希望怎么样呢 我们希望这个福啊 不但自己能够享受 而且您的子孙 代代都能够啊 承接 但是现在人对这个修福不认识 对修福呢 他也不重视 那对这个德呢 他了解就更不多了 按照这个因果的角度来说 一个人想要有福 他一定要多生多世 甚至多节的修行 他当上一个官 像澳洲吧 你要当上总理 要当澳洲的总理 前世至少要修多少世的 激功累德呢 最起码要有十世 最起码的 如果你要当地方的官员 也至少要修五世以上 再看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当上什么官员 没人找我们 对不对 也没人来请我们去做官 这证明我们前世 这个断恶修缮 没有那些人做得好 当然呢 我们现在学佛了 知道这个做官 其实也是责任蛮重的 做得好是应该的 如果做不好呢 要背那个因果 还有一点 做官 纵然是做得再好 时间再久 到最后呢 你还是要退休啊 还是要让位啊 说到旧尽处 我们还是要离开这个世间呢 所以他也是一场梦 真正聪明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所需求的是 像佛菩萨那种福德 能够了脱生死 能够真正的回归自信 我们再看底下 如上种种殊胜受用 细节聚足也 尸乃总显正报之身心 依报之圣福 细节超视稀有 但本品中列显 福德无量衣食宫殿 细节应念现前 无补巨足 的的确确呢 在西方极乐世界啊 您所要的一切物品 都是重新享受 所以您要什么 只要动个念头 它都会起现象 这是什么现象呢 按照我们现在世人的看法 它是科学现象 也就是说 它是尖端科技 现在这个科学家 一步步的朝这个方向呢 在靠近 他们也慢慢的 感受到 这个人的念头的力量 很不可思议 大的呢 可以改变这个宇宙当中 星球的运转的轨道 我们希望科学家 进一步的在研究探讨 到最后呢 能够真正证实 佛所讲的话 都是正确的 这样对于我们 弘扬佛法 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请再看底下 父此极乐世界 所有众生 或以生 或献生 或当生 皆得如是诸妙色身 行貌端严 福德无量 智慧明了 神通自在 这是一段 看着这段经文 大家有没有想到 我们想去极乐世界 您是属于以生 还是献生 或者是当生 是哪一种 献生吧 对不对 以生不可能吗 这是已经过去了 但是您可不要想到说 当生 那当生就麻烦了 就像这个阿什王子 跟五百个大长者 他们只是想说 以后我们成佛的时候 跟阿弥陀佛一样 他说以后 他没想到说 我现在就要去 不管是已经往生的 现在往生的 还是以后往生的 只要到达极乐世界 他种种的受用 都跟那边的佛菩萨一样 下面解释 守数据 成上品中 彼土众生 容色为妙 一开头 一开头这几句经文 就把前面的 一品当中所提到的 做的一个解释 前面有提到 极乐国土的菩萨 各个都是容色为妙 妙不可言 妙到极出 同时 借得如是 诸妙色身 行貌 端言 念老在这里 用这个端正章言 来说明端言 我们自己容貌 端不端言 这个时候我们要 好好地 琢磨一下 假如说我们学佛 越修越清净 越修 看起来 越年轻 那是自己 功夫有得力 假如说 越修越苍老 越修 越精神不济 那肯定是出问题 绝对不是佛法有问题 是谁有问题 所以我们学的人 学得不如理 不如法 所以那个真正会用功的人 他越学呢 法系越是充满 不停地涌现出来 这里呢 有两个字蛮重要的 就是那个如是 真的 修学佛法 一定要有真正的善知识 引导我们 我们才能够快速地 去入这个境界 后面说 极致上品 远胜 第六天王 千万亿倍也 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们的 威德 皆威 神通变化等等 远远超过欲界 第六成天的天主 这个第六天的天王是谁呀 魔王不群 这是我们常常提到 他福报大 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嫉妒性很强 他不愿意我们大家脱离他的管辖 希望我们都乖乖的 待在这个欲界里面 不要出去 所以我们应该劝他 后面说到 下 显受用具足 福德无量 称赞净土经约 这里呢 就引用了玄章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 在这个版本里面 他有说到 有 彼界中 诸有情类 无有一切身心忧苦 唯有 无量清净喜乐 的的确确 在那边呢 你无论到哪一个地方 无论见到任何人 您看到对方都是什么样子呢 清净的 还有呢 欢喜的 快乐的 我们这边的人快不快乐 真的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 我们有时候很少出门嘛 但是一旦见到外面人呢 你看他那个样子 突然没有跟他交谈 可是从他的外表就能够看得出 有心事 有忧虑 有烦恼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怎么来的呢 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我们如果不想他 真的这个身心看起来 就比较轻快 比较自在 在极乐世界的大众 没有这些烦恼 所以他们显现的都是清净喜乐 另外在引用我们这部经上的经文 有本经绝证极果品曰 为受清净最上快乐 是显福德无量也 其实前面提到清净喜乐 我们就已经很羡慕了 那这里还加上两个字 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他那个乐是什么乐 最上 也就是说 这个乐是没办法形容的 没办法想象的 我们在这个时间呢 看到很多人 他乐不起来 记得我们小时候 还是上小学的时候 去参加一个会议 听一位老师 跟我们讲 他到国外呢 一些见闻 那时候我们才 小学嘛 七岁 七岁到十二岁 大概十多岁吧 这样子 我们坐那边听 几百个学生听 没想到这个老师 他所提的一桩事情 使我们感觉到特别震惊 他说啊 你们哪 很有福报 你们在这边学习 没有任何压力 他说我在国外啊 听到的 看到的 接触到的 有一些跟你们同年龄的 小学生 居然有自杀的 这个大人自杀 当然是多方面因素 他有工作 家庭上的压力 让他受不了 为什么小孩子 居然也走上不归之路 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呢 去思考的一桩事情 这就证明大家呢 真的是生活 不幸福 虽然他经济方面 比别的国家富有 但是在精神方面呢 非常欠缺 什么原因呢 有果我们把那个因造出来 然后再化解它 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人 可以讲 已经好几代人 至少 五六代了 至少五六代 甚至多一点 七八代了 我们已经疏忽了 伦理道德因果 宗教教育 现在大家重视什么 最看重什么呢 科技 经济 没错 现在呢 人们的生活 在物质条件方面有 大幅度的改善 但是您看他精神层面 欠缺就很大 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 他富而不乐 不像我们小时候 虽然穷一些 生活条件比较差一点 但是我想想 以前小时候也其实也蛮开心的 物质还记得很清楚 这爸爸妈妈 大家 国内同学应该还记得 父母那时候发那个工资 他有个工资条 是不是 大家还记得吧 很细条的 就看到上面有写这个 薪水多少 然后那个房租是多少 水费是多少 物质人到时候看了一下 这一个月的房租才两块钱 现在房租是多少 两块钱 现在还无法想象 至少是翻了几百倍了 都不止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 虽然 经济 比较弱 但是呢 还有一些乐 现在人呢 可以说呢 他 我们在澳洲就看到一些同修嘛 是被别人过得好 但是呢 不是很开心 所以我们要劝他 古人讲的话很有道理啊 什么呢 做人要知足 不知足 您有再多的钱 再高的地位 还是乐不起来 后面说到 智慧明了 此乃光明慧便愿之所设 愿曰成就一切智慧 有本经菩萨修持品 为彼国一切菩萨 诸佛秘藏 究竟明了 皆智慧明了之一 有明者明明白白 了者 了了分明 视为明了 这段开诗啊 真的是特别重要 而且含义呢 很深广 智慧 谁不希望自己有大智大慧呢 如果一个人没有智慧 那就很麻烦 他如果真的有智慧 小的 他把自己的事情 他搞得很清楚 大的 他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民族 对这个世界的发展 一清二楚 所以我们看古人 他为什么判断一桩事情 他就看得那么准 他看一个国家的命运 怎么就看得那么清楚 你看古时候 这个帝王 他要选一个人做他的宰相 那这个当宰相人至少眼光 可以看多远 多久的时间 最起码能够看到五十年 所以说在以前呢 当官 没有定 没有会 那是很难把这个工作做好的 所以这里就说到嘛 智慧明了 但是我们现在智慧有没有 如果没有智慧 哪里谈得上明了呢 为什么我们现在人 智慧没有 烦恼多多呢 这是什么缘故 不但世间人 智慧没有 我们再看一下学佛的人 是不是每一个学佛人 都能够做到智慧明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现在智慧没有出现 这个是我们要反思的 说来说去 我们仔细观察 真的现在世间人呢 一天到晚他心里面琢磨什么事情呢 不外乎四样 哪四样 彩色名利 对于这些啊 他非常看重 对于这个修定 对于这个呢 要了生死 他不太在乎 他觉得这个太虚无缥缈了 这个太不现实了 他对这个名利呢 非常注重 这是什么心 在不停的变化 按照佛家的说法 贪足的心太强烈 贪心重的人不可能开悟 我们把话可以讲到这里 怎么才能够开智慧呢 你看我们这部经的经题上 十五个字 里面就有五个字 告诉我们它的次第 这绝对不能够改的 清净平等绝 那个绝放在哪里 绝是放在清净平等的后面 所以您想要有绝 觉悟嘛 就一定要修什么 要修清净 要修平等 所以先说因 后面 后面再说果 阿弥陀佛发的愿当中 有第三十三愿 光明会变愿 它里面讲 成就一切智慧 所以在第三十篇 菩萨修持有说 这些大菩萨们 对于诸佛秘障 究竟明了 这都是讲什么 全都是讲他们 智慧明了 所以说到达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人不成佛的 没有一个人 智慧不达到究竟圆满 通通都跟佛一样 密教宗如实之自心者 智慧明了也 有照见无蕴皆空 亦是智慧明了也 黄连老真的是很慈悲 再引两个例子 为我们说明什么叫智慧明了 先用这个密宗里面的说法 如实知自心 那个实就是真实 能够知自心 这是什么人呢 我们现在知不知道自己的心 不知道 谁知道呢 菩萨境界 所以我们看当初 慧可大师 为什么 那么寒冷的天 在这个洞口外面 苦苦等候 达摩祖师出来 为他讲开始 祖师都入不动 等着他那个沉浸心 达到极处了 这时候祖师才出来 他为什么伴见祖师啊 他心不安 他就不知道自己的心 没想到 祖师呢 给他几句开示 他一下子找到自己的真心 一下子见到自己的本性 见到本性 智慧自然而然就透露出来了 我们想不想开悟啊 很想 怎么开悟呢 有没有方法呢 绝对有 你看金刚记里面就教我们 想要真正开智慧 首先要把我放下 那这个我的内容有很多 至少要先放下什么 要放下我像 四种像 我像是放在第一个 再加上 人像 众生像 兽子像 统统都要放下 把这个四像放下 恭喜您 您就是小圣的圣人 再把四见也舍弃掉 那您的智慧就更大了 那是什么地位啊 那就是法神大事 这个话呢都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 但是我们听了之后 能不能够马上把四象四见 统统放下 我们不是混能大事那种更新 那怎么办呢 上上跟人可以动物 顿舍 我们是忠下更新 忠下更新如何能够舍 如何能够放呢 那就靠经教慢慢的熏秀 不停的熏秀 时间长了 就会放下 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 古人所说的话 要常识熏秀 下面再引用啊 这个新经里面的一句话 照见五蕴皆空 这种境界 至少都是法神大事 五蕴 就是色 受 想 行 识 色是物质 受 想 行 识是心理 这个物质跟心理可不可以分开呢 不能 它们是一体的 我们稍微再补充一点 这个不在注解里面 色 从四大 甲 和 而有 哪四大 地 火 水 风 这讲四大 论文经上讲七大 还有空 见 石 这个地呢就是指着物质 地大 水大指着是什么呢 它有湿度 我们这个身体有没有湿度啊 没有湿度那就麻烦了 没有湿度那就是什么 那么就变成木乃伊了 那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有百分之七十 都是有液体的 那么这个湿度呢 科学家有一个说法叫 它带阴电 如果它带来是阳电呢 就称为火大 还有风大 风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有流动 有变化 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血液 它会一直的呢 在流动 受想行事由妄想而生 故此五蕴诸法 如幻如画 从因缘生 本无实性 当体即空 故为五蕴皆空 关于这个当体即空 好在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这句话 是真的 他们经过几百年的研究 总算是在近代呀 有了一个最新的发现 他也感觉到蛮惊讶的 发现到什么 原来的物质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所谓的物质现象是怎么回事呢 是我们心念的波动现象 所以他们现在提出一个新的看法 以心控物 用自己的念头来主宰这个世界 控制自己的身体 做不做得到啊 绝对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这些科学家看了这个现象 他做到了没有 还没做到 他如果哪一天真的做到 那就不得了了 我们希望这个科技的发展 再继续 以后呢 逐步的印证 佛经上这些说法都是真实的 在这个注解里面说 有造见无运皆空 亦是智慧明了也 神通自在者 如上品中 神通变化 一切天人 有没有知道 神通信任运 beş 你根据是神通的 要一切天人 不可 是神通的 一切百万员 不可遏比 百千万亿不可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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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之强大 无与伦比 也就是说 他们那边的科技先不先进呢 非常先进 我们讲尖端科技 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在极端世界 我们这里所谓的尖端科技 如果搬到极端世界去 人家怎么看我们呢 这是什么 这好像是小儿科一样 它是很不以为然的 其实这种事情呢 是很普遍的 很普通的事情 并不在意 下面呢 有菩萨修持品乐 以方便智增长了之 这里也所提到的方便智 是智慧 它不是知识 这个方便智啊 也是我们大家很想拥有的 什么叫方便智呢 就是一般我们赞叹的 这个上帝所说的话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大家想不想有这种能力 很想 学佛 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大家 恢复这种本能 这个增长了之啊 我们就举 我们就举 互联大师来作为例子 他老人家 可以讲 在没有开悟之前 他只听过一部经 别人读 读这部经 以后听他的师父讲 也还是这部经 就是金刚经 那他有没有学过别的经典呢 没有 他师父没有跟他讲别的经典 几千部经典 没有说第二部 可是以后 当他听到别人念法华经 涅槃经 甚至于这个 法相中的经典 只要念个几品几段 他都能够 懂得里面的意思 这个就是方便制的启用 所以我们想啊 真正通达宇宙的一些真相 您不能不休 实制 或者讲根本制 底下说 从本以来 安住神通 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 智慧明了 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们都是安住在智慧 安住在神通上 我们现在的心安住在哪呢 安错的地方 安在哪里啊 安在明文里啊 五六成 才是明师随随 大错特错 放错的地方 适者 智慧明了 达 神通之本 这个达就是通达 而变化神通 自在无碍 的的确确 深到极乐世界 没有别的事情 一句话 就是恢复我们本来的样子 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 无量寿经的描述 是非常具体的 后面黄念老给我们总结 故约 但得本 莫愁莫 根本制者 本业 种种神通 皆 圣莫编师 这段开示啊 说得太精彩了 我们现在人 学习佛法 怎么学呢 刚刚搞颠倒了 不是按照这个次第来学的 我们是没有先求根本 我们就求什么 我们求莫编师 换一个说法 现在人求什么呢 他求什么都想知道 那佛法教我们怎么样 先去做到无知 您先做到无知 以后才会呢 无所不知 您有所知 就变成什么呢 有所不知 是不是 我们说的最明显的吧 举个例子 你看这个大学里面的教授 他有没有智慧 你看他上台讲课 也是滔滔不绝 听起来蛮有智慧 但是他讲这一门功课 如果请他讲别的 这些方面的知识技能的时候 他能不能说得出来 常言说得好吗 隔行如隔山 他就不能做到贯通 可是佛法一旦通达 你看霍连大师 他只通一部金刚经 一通达之后呢 所有经论全都贯通了 出世间法通达 世间法呢 也没有他不晓得 再看一下释迦牟尼佛 当年有一次 有个人跑来 请教他一个问题 因为他是放牛的嘛 养牛的 他就请教佛 世尊 我怎么养牛啊 把牛养得肥肥壮壮的 请问 世尔牟尼佛 以前有没有养过牛啊 他以前是做什么的 太子 太子的福报是最大的 是不是 那父王之下 就是他吗 是一人之下吗 他根本就没有 接触过这些牛群 可是他居然就能够 教这个人 怎么去养牛 所以在《大藏经》里面 有一部经 叫什么经呢 放牛经 如果再来一个人 问佛 怎么养鸡呢 他肯定也可以讲一部 养鸡经 没问题的 这都是方便制 所以我们现在人 知识是很丰富 没有真智慧 这里有提到方便制 请大家看一下 参考资料 下册 992页 参考资料 下册 992页 大家找方便制 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 992 大家有看到吗 有 好 这个方便制 也叫做全制 那根本制 就是实制 又行方便法 之制 也 这个行方便法 就是教化众生 前面还有一句 答于方便法 之制 就是方便制 所以 真正通达的人 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答于诸法之实相 为如来之实制 诸佛如来的实制 不是只有佛 一个人一有 谁有呢 我们大家通通都具备 答于诸总之差别 为如来之全制 这个诸总 总就是指的一切万法 这些万法 它怎么个差异 不同 佛也都通晓 所以呢 实制是体 全制呢 是它的启用 如来成佛之本体 在于实制 一代教化之妙用 存于全制 这两种智慧啊 都重要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老人家一生教学 从三十岁 一直到七十九岁 这个四十九年当中 是什么智慧啊 就是全制 那这个全制 从哪里来呢 从真实制会来的 也就是从呢 实制而来 具体的说法呢 就是他老人家 这个八项成道 所以我们看 慧能大师开悟之后 他讲这个自信 是什么样子 说得非常好 您想要开悟 首先要修什么 要修清净性 所以自信是什么样子呢 他就是清净的 没有一点点烦恼 一旦清净到极出 他接触大众 那个全制 所展露出来的 真的叫啊 可以长说 可以短说 可以详说 也可以略说 说任何法 没有不让听众啊 得到这个真实之力的 统统都能够得到 所以大家听佛讲开示啊 越听越高兴 听得欢欢喜喜 这就是世尊全制的真实作用 我们想要像佛那样 该怎么办呢 一定要把自己的心啊 逐步 往内 收 把自己的妄想呢 逐渐的减低 逐渐的减少 到最后 一点妄想都没有了 那您是谁啊 恭喜您 您就是佛了 下面是大圣一章 第十九卷 所说 知一圣真实之法 名为实至 了知三圣全化之法 名方便知 佛在法华经上 曾经讲过 唯有一圣法 无二亦无三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实至 实至呢 就是根本制 一圣是成佛 为仪之教 三圣 是讲的身为原觉 菩萨 佛对待众生呢 这里叫应激说法 所以 所以佛呢 教这些啊 人 天 再加上三圣 我们讲无圣 讲了那么多的经论 其实到最后 要传递大家什么法呢 一圣法 我们现在遇到的念佛法门 是什么法 一圣法 凭什么这样说 因为念佛法门 修到最后 您成就什么果位啊 妙觉如来 所以我们要发心 把这个阿弥陀佛要修好 把它念好 自己成就了 然后再劝 所有跟我们有缘的 家庭眷属 朋友 等等 希望大家都能够深信这个法门 都能够从这个法门当中得到真实之力 这次讲到这个方便制 我们再来看这个 大家把这个参考资料收起来 再看参考资料上册 参考资料上册 434页 434页 大家找根本制 有看到吗 好 这个根本制 也称为 如理之 无分别制 正之 真之 等等 它有很多种名称 这个根本制呢 是对这个后德制而说的 就是刚刚所讲的方便制 它是正名符于真理 而无能缘所缘之差别 一念之 真之也 所以这个根本制啊 它是真实的智慧 它是我们自己呢 自信 本具的 那么这个 什么时候才会让它出现呢 靠什么让它出现呢 有什么方法呢 佛家用的方法 跟科学家用的是不一样的 跟哲学家用的也不一样 佛法用的是定功 所以我们自己想要真正开悟 一定要把自己的心呢 要定下来 定到一定的程度 你就豁然大悟 这些诸法事项 统统都能够知晓 那么佛灵大师 他开悟的时候呢 是根本制 也就是此地所说的 名符于真理 那个真理就是自信 而无能缘所缘之差别 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悟 对不对 对不起啊 可能这个话有说错 说不定在座的同学当中有佛菩萨 您化现人生 我们就是一般大众吧 一般大众当中 有很多都是还没有开悟的 那我们还没有开悟 就是有这个能源 还有所源 可是一旦开悟之后呢 这个能跟所就没有分别了 我们现在分得这么清楚 佛教我们什么 什么都不要执着 连那个不执着呢 也不要执着 此地讲到 一念之真知 一念 一念的速度非常快 那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够想象的 那众人佛菩萨说出来 我们还是无法 弃入这个境界 弥勒菩萨讲嘛 一坛子三十二亿百千念 三百二十万亿 分之坛子就是那一念 快不快 而这个念念当中呢 它又成形 这个就讲物质 它就献出来 行里面还有什么呢 行皆有实 它的原话就说 念念成行 行皆有实 这个实就包括什么呢 受向行实 所以您看 一个念头爆发出来 它就具足五蕴 而五蕴是真还是假的 假的 不可得 所以开悟的人 他对这个真相 他就知道 后面说 此之为生一切法乐 出一切功德大悲之根本 故曰根本至 佛菩萨为什么对待众生 有大慈大悲 因为他的智慧恢复过来了 所以他看到了诸法实相 那我们现在众生 为什么智慧没有现前呢 还是因为迷 因为迷而造作种种不善的夜行 造作这些不好的夜阴 就会导致恶暴出现 所以我们众生在六道里面 真的叫苦不堪言 佛呢 来到世间做什么工作 帮助我们破迷开悟 您哪一天真正根本至现前呢 那就太好了 一定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自己呢 一定要用佛所传授的方法 把自己的心呢 尽量地定下来 但是佛教我们这些方法 我们也要去听才是行的 我们不肯听了 没办法 宁可不要上课的时候 大家都点头 好 我坐 下了课呢 回到家里面呢 还是老样子 还是呢 六根放一 六根呢 向六层进阶跑 那就麻烦了 起不到作用 但是话也说回来啊 能够听一堂课 种一次金刚种子 那也不错 诸然这辈子不起作用 还有来生啊 说不定第二生第三生啊 又遇到了缘 您才肯认真修 才肯真正看不放下 与其等到下一辈子以后 才肯精进用功 为什么这一辈子不好好用功呢 为什么这一辈子 不肯早点求生进途呢 真的这一段时间呢 乌生时常听到 谋谋同修 生病了 往生了 最近这段时间常常听到 这都是我们认识的 还有不认识的 这都是告诉我们 人生无常 有没有想到啊 我们也有一天 会离开这个世界的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世界呢 可不要说 他走了以后不关我的事 我们也会走的 迟早的问题 只是说我们到时候走 走的怎么样 要去哪里 这是我们要非常严肃的面对 可不能够马虎哦 所以参加人家的告别式 有没有想到 以后我怎么样 我也会躺在那个地方的 是不是 然后稍后呢 无分别之 所以这个根本质呢 就是无分别之 它是清正二空 所显真理 无尽相故 能断 随眠 这个二空 这个二空是哪二空呢 五空 法空 这个随眠 是烦恼 根本质 能够断烦恼 在三藏法书 第五卷 讲到 根本质 一名无分别质 为此质 不依于心 这是什么心呢 是阿里耶 是妄心 所以说这个根本质呢 它不是从阿里耶里面流露出来 它是从真心 从自信里面流现出来的 同时呢 它不远外进 对内 它离了六十 对外呢 它离了六成境界 也就是说 内外 通通都舍掉了 这个就是真智慧 所以焦光大师 在《能源经》正脉书里面就讲 要舍食 用根 那个舍食用根 加一个字 大家就更容易懂 舍食用根 根性 那就更好了 这样大家听得就更容易懂 我们大家平常用什么 用习惯呢 就是法乡中所讲的 这个《百法明明论》里面 都提得蛮清楚的 我们用呢 这个阿里耶 用八识 用五十一心所 用习惯呢 谁用阿里耶呢 不要说我们用阿里耶 连这个阿罗汉都在用 甚至于《史法界》里面的佛 都还在用 可是这个阿罗汉 《毕之佛》 《史法界》里面的佛 他们用阿里耶呢 用了正 他们用歪 我们呢 歪得一塌糊涂的 怎么说 我们这个心里面 充斥着贪嗔痴慢 都在造作 山途的这个重罪 后面说到 了一切净 皆及真如 这个了就是明了 明了什么 这个净 我们再加个字 净相 净界 也就是说 您看到一切相 就看到什么 就看到真如 就看到自信 所以说 相跟信 是什么关系啊 原来相 就是信 信呢 就是相 所以那个开悟的人呢 他就能够见到 事实真相 原来 所有的相 通通都是的 了一切净 皆及真如 净至无异 如人 闭目外 无分别 这里要用一个例子 来帮助我们去体会 你看我们 这个分别心 执着心怎么产生啊 怎么很快就产生出来呢 你眼睛一睁开 就开始分别了 是不是 你眼睛一合起来呢 是什么样子 黑了 对不对 这乌漆妈黑的 那就 看外面就看不清楚了 那菩萨呢 他们厉害 他睁开不睁开眼睛 他有没有分别啊 有没有 没有 这是他会用功的地方 当然分别没有 执着呢 也都没有 由此无分别制 能生种种分别 是名根本制 无分别制啊 叫了别 从了别呢 能够生种种分别 分别呢 它起作用 起什么作用啊 能够帮助我们 做弘法立身的工作 能够能办事情 但是了别呢 不能够办事 只能够自己清楚 别人不清楚 所以啊 一定要跟对方分析 让他懂 这个叫做根本制 好 这次简单的把这个根本制 还有方便制呢 做一个介绍 下面大家请看 主节六百九十二页 六百九十二页 第一行 六百九十二 第一行 他说 但得本 莫仇莫 这个本 就是指的 戒定慧 所以我们想要真正 开智慧 还是要一寻佛的 这个三选 去做 什么叫莫呢 就是经上书说的 神通变化 自在外 那是莫 我们现在不要着急 求神通 求这些能力 先做到什么 要把戒定慧 修好 所以在家同修 有自己的功课 出家中呢 有自己的功课 都把它做到 三规五戒 十善 沙迷戒 等等 这都是我们必修的 后面经文 只有两句 受用种种 一切丰足 这是经文 再看解释 以福德无量 故感德 受用种种 一切丰足 这个受用 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种种所需要用到的 在极乐世界呢 您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不就是平常我们跟人家 祝福的一句话吗 什么 心想事成 正心如意 在极乐世界 您要啥有啥 好不好 好啊 对不对啊 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 很现实的吗 我们想要在这个地球上 不要说过得很富裕 很快乐 就是一般的吧 您最起码需要个什么 一个住的地方吧 对不对 您没有一个安定的一个场所 那这个身心肯定就不稳了 所以现在有一栋房子 你看我们现在为了住的地方 伤不伤省 大家有没有自己 请设计师帮您设计一个房子 自己买一块地 请设计师帮您设计 然后再看这些工人 怎么在这个地上挖土 挖地基 然后呢把这个房子建起来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就听过 没见过 没有自己这样的经历 就有同学跟我们说 哎呀 太辛苦了 买一块空地还比较容易 看吗 比较吗 买了之后呢 要找这个设计师 多次的修改图子 累呀 每一次修改都要花不少钱 总算是把图子确定下来了 开工 很复杂的 在极乐世界 您想要住 任何这种模式的经色 都是念头变化出来的 太不可思议了 假如说我们住的地方 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那您这个负担 就轻了很多了 我们看国外 这几乎很多人呢 他的自己的房子 您大听一下 他那个房子是什么 一座山呢 压着他的肩膀上 是不是 怎么说 他那个房子怎么来的 贷款嘛 对不对 那其实真正主人是谁啊 就是目前来说 谁是主人呢 银行嘛 对不对 贷款公司嘛 如果他哪一天付不出这个贷款 那银行就可以顺理成章的 依据这个签订的契约 收回来 还有车子 是不是也可以贷款呢 都是这样子 甚至家具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在国外 我们看一些同事 哎呦 他那个房子挺大的 然后也开了个好的车子 也用了个高档的电器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什么 都是贷款的 我们就说 你怎么这个也要贷款 那个也要贷款呢 你那些钱 赚那些钱 这不都付贷款呢 他说是啊 我们这里不都这样子咯 我爸爸也这样子 我妈妈也这样子 我爷爷奶奶也这样子 习惯 但是中国人呢 说句实话 你看中国古人 一般都是很少借贷 为什么不借贷 不借贷好 没有心理上的压力 可是在极乐世界呢 菩萨要住这些宫殿 他需不需要向阿弥陀佛贷款呢 绝对没有这样现象的 都是自己一动念头 都来了 你看底下这个经文嘛 就有这样的说明呢 好 我们看下面 宫殿服饰 香花翻盖 庄严知具 随意所需 细皆如念 这里举的几样 我们平常接触的东西 像住的地方 宫殿 还有自己的衣着 还有使用的香花 床帆等等 所以说呢 这个 随意自在啊 从这些地方都能够看得出来 住自在 穿自在 供养自在 这是他们那边呢 真实的情况 随意所需 惜间如念 这段经文最重要的 就是这两句话 在那里的的确确啊 一切法都是心想而现的 后面你就说到一个 跟我们现实生活 有密切关系的 是 食 自在 就是 就是 饮食 若欲饮食 七宝 波七 自然在前 百味饮食 自然 饮满 虽有此时 十五十则 但见色 闻香 以意为食 色力 增长 而无辩慧 身心柔软 无所畏浊 是以化趣 实至 复现 在座的家庭主妇菩萨 您看的这段经文 有什么感受啊 如果大家从今天开始起 吃饭 都能够心想生 您有没有得到一个解脱啊 您还需不需要去买菜啊 需不需要洗菜啊 需不需要去做饭呢 需不需要洗碗呢 需不需要倒垃圾呢 免了 都没有了 在极乐世界 这个现象 真的是 太平常不过了 下面解释了 这个波七 简单来称呢 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 就叫做波 全称呢 叫波多罗 翻成中文叫硬期 或者叫硬量期 我们现在学院里面的法师呢 说句实话 都没有使用波 我们都用什么 都用碗 但是正规的应该要用什么 要用波 大家有没有看过波啊 16年的时候 这个清工老师上 不是来我们学院嘛 传说戒律 那时候我们都用波 哎呦 那个波大不大 像个小坛子一样的 如果这个手掌没力气 它拖拖不住 那下面解释 我们先把这个说完 然后再多说一点 这个波呢 这个波呢 是出家人成 饭时之期 有时候勿胜了 在这个三十七年法会当中呢 听大家念 阿弥陀经 那个 有一个字 有些东西就念错了 弥陀经 你没讲吗 成诸妙花 记得吗 这句话 就是菩萨不是天天出去供佛吗 他用什么来供养佛呢 妙花 宝花 但是有些同修念什么音呢 圣 不是念圣 应该念成 成当作动词 圣 是形容词 那意思不一样 所以这里讲嘛 这个波呢 是出家人呢 他启示的一个器皿 在古时候 也这样一个说法 这讲出家众 他是一波千家饭 因为世尊当年这个团队呀 人数很庞大 多少出家众跟随他呢 一千两百五十五个人 所以说 一个人出具哦 他脱波 会来 在圣团里面 大家一起来 共享 这个餐饮 就称为一波千家饭 后面说到 自然在前 在汉译的《无量寿经》版本里面讲 满其中百味饮食 自知 这个其中啊 就是指那个搏 自知 就是随意的意思 若随意则之 亦无所从来 在极乐国土啊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饮食呢 不用自己去准备 也不需要别人送给他 我们都知道 这个他画自在天的天人 福宝大 他要什么东西 谁供养他 他画自 这个画的天 第五层天 诸位同修 如果待会我们到灾堂里面吃饭 你坐好 在椅子上坐好了 动个念头 我想要吃什么 然后有人呢 送到零餐桌那边 你以为觉得比较自在 吃完之后 还有人帮你收拾 帮你洗碗 你以为觉得自在呢 在极乐世界 请问需不需要洗碗呢 那个饭菜都不需要人家送来 刚刚一想要什么东西 那个饭菜呢 刷就出现了 多少道菜啊 我们摘堂多少道菜啊 最多少是多少 我们办这个圣诞晚会嘛 还有这个新年晚会 多少道菜 估计大概 三十吧 三十多种 那比不上这个极乐世界 一百道饮食 后面讲 一无有共作者 在那边呢 没有人供养 也没有人操作 通通都是啊 自然化生儿 都是自然然出现 念老在下面讲 是之波弃饮食等等 皆 弥陀本愿所感 故不须造作 自然出现也 从这儿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极乐世界的菩萨 不需要自己 辛辛苦苦的经营饮食 他只要动个念头 马上就有这个感应 是谁来应啊 阿弥陀佛应 为什么这个经文里面 出现这样的话呢 是讲我们刚刚 往生的菩萨 有这个吃饭的习气 我们是不是吃饭 已经养成个习惯了 你看十二点钟 对不对 不需要人家请您的 你自动自发的 就往一个地方走了 哪里啊 摘堂嘛 对不对 每天请您教您 你自己就来了 这就是习气 那我们到达极乐世界呢 都已经听了几天课了 然后呢 下课的时候就 几个菩萨走到外面了 就说 哎呦 都已经来这几天了 怎么都不开饭了 怎么大家都不吃饭了 刚刚念头一冒出来 马上这个摆味饮食 这些珠宝的波器 还有这个餐桌 椅子 餐具都摆好了 但是我们念头回得很快 马上就回转 就想到说 我现在不在澳洲的 不在地球上的 我在基督世界的 我是菩萨 那立刻这些饭菜 波器呢 立刻就消失了 这是他的自在 后面再具体讲 百味饮食 百味 指百种好味 有大论曰 这是大制度论 有人言 能以百种羹供养 是名百味 饼 总数 五百 其味有百 是名百味 有人言 百种药草 药果 做欢喜完 人饮食 故百味 这里呢 就说明了 这个百味 它有好几种意思 在基督世界 菩萨 他们有没有吃饭 都没有的 那他可不可以吃呢 也可以吃 我们这边怎么样 非吃不可 对不对 我们是没办法 这夜豹嘛 需要饮食呢 来滋养我们这个色身 按菩萨之果报 食与神通 变化食 有无量味 在大制度论 卷上 有说 人饮食 故百味 天饮食 则百千种味 菩萨福得 生果报食 及神通力 变化食 则有无量味 能转人心 令离欲 清净 这就说到 不同境界的众生呢 果报 就相差蛮大的 所以我们看菩萨 他们那个食 叫什么食啊 变化食 真的像金上师会讲 一切法 从心 响生 彼土 甘露 未食 焉可 思意 这是主师大德 对他的一种 赞叹 而实际上呢 所谓百味者 只是顺此方 习俗儿 在极乐世界 真的要吃东西 哪里只有一百种而已啊 他们可以有多少选择 无量种 所以他们开那个自助餐 那一个餐桌多长啊 要多长就多长 要多少种 这个美食 都不成问题 你看我们这边吃饭累不累啊 大家可要知道 办一场 这个什么 圣诞晚会 办一场新年晚会 那个这一顿饭呢 这厨房里面 菩萨忙多久 大家知不知道 他至少提前一周 就开始准备 很辛苦的 很累的 不像在极乐世界 一个动个念头 马上这一件事就来了 而且还不用收拾 十五十则 因彼土众生 莲花化生 清虚之身 无疾之体 本无饥渴之苦 故无实则 这就说明呢 那边的菩萨 他们身体啊 体质跟我们不一样 他是什么身体啊 清虚之身 无疾之体啊 我们是什么身呢 我们这个身是 阿列也的相分里面 一分 我们的念头 是阿列也的 见分里面的一分 我们误以为说 这个相分里面的一分 就是自己的身 把这个见分里面的一分 当作是自己的心 这都是错误的知见 错误的看法 所以学佛没有别的 就是把自己看清楚啊 真的 不读佛经 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都认为 我知道自己是谁 是不是真的知道 知道的太少了 在那个时间呢 身体跟我们这边不一样 所以那边的菩萨 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饮食补充 他们呢 但为意乐而实也 其实这个说法呢 也只是一个比例 不是真的 故见色闻香 以意为实 非 真实也 又此妙时 具真上用 他们并不是真的 要吃这些东西 那么他们这些食物 称为妙食 多说一句啊 我们这边的食物 大家吃得安不安心啊 保不保险啊 有时候到一些商店呢 你看他的标明 有机食物 它是不是真的有机食物啊 违逼 那极乐世界这些食物 它是纯真的 有机食物 没一点点染污 它有这个增上的作用 后面讲 能增色力 而无便会 富显彼土一切 西街超市西游 的的确确在极乐世界 没有 这个 任何的染污 干干净净 有食者身心柔软 与此妙味 亦无贪着 人家 他想吃 可以吃到 纵然有这些美食 当前 陷在自己面前 他也不会有贪心 我们这边如果有可口的食物 人家供养灵 你会不会有贪心呢 下次不要再点头了 点到为止就好了 要尽量把这个欲望减少 好 再看底下 本经 菩萨修持品云 与所受用 皆无 摄取 那么这些受用呢 就包括前面所说的这个食物 他们都没有任何控制的念头 占有的念头 没有那种 这个弹成吃慢的想法 他们最大的心思都放在哪里 都在用功上 都在修清静心 都在修戒定慧 也就是说 人家每天所想 就是要成就自己的三昧 还有 舍离一切执着 故无所谓着也 时已便自然化去 欲时时 随意复现 一切自在无碍 在那边呢 他们这个饮食呢 真的是达到我们这里所讲的 出神入化 一切都是变化而来 变化而去 后面说到 有此经文 正显往生论中 庄严受用功德成就 寄云爱要佛法味 禅三昧为实 这是往生论里面的基础 下面是谭伦大师 在各文做了一个解释 事故心大悲愿 这是谁呀 这讲的是阿弥陀佛 他发的大愿 每一个往生到那边的大众 个个都是爱要佛法味 禅三昧为实 这就是禅悦为实 愿我国土以佛法 以禅定 以三昧为实 永绝踏实之劳 不要说极乐世界的菩萨 不用吃饭 我们这个六道里面的 色界天的天人 要不要吃饭 不要 但是想不想 从今天开始起 就不吃饭 想不想 真想 真想还是假想 真的 真的不吃饭 多省事啊 是不是 至少从今天起 你就不用刷牙了吗 就不会对这个地球 造成更多的污染 你想一想 每天刷牙 对这个地球 水资源 就是一种伤害 很多事情一细想啊 真的是蛮可怕的 我们现在已经变得什么 麻木不仁了 明明知道这个不对 还是身不由主 非做不可 这是什么现象呢 就是佛经上所讲的一句话 业力所迁啊 能不能够转呢 可以转 如何转呢 这里教我们 要修禅三昧 我们现在修的是什么三昧 念佛三昧 您这个功夫真正到家了 饮食自然而然呢 就减少了 所以当年李师公 他每天只吃几顿 一顿 但是他的工作量是多大呢 五个人的工作量 他做五个人的事情 可是他只吃那么一点点 身体没问题 很健康 这都是我们要学的 要修清净性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莫学悟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作为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ato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